胡先生 今屆你拿了最佳神射手金箱獎 又是連足球先生 心情覺得怎樣? 首先很高興 今次就能獲得兩個獎 神射手這個獎 一到季尾開始 很多隊友鼓勵我 有幾場球 有幾月追到張鴨平 所以拿了幾場球 很多隊友造就我 所以最後終於獲得這個獎 至於足球先生 我覺得今年 普遍的球員 都是踢不到他的水準 所以我今年 可以說保持自己的水準 所以有很多球迷 支持我 還有看個界 認為我可以蠶免 所以投我一票 你之前有沒有想到獲得這個獎 心理有什麼準備 之前我可以說 想都沒想過 這次獎是第一屆 所以最初我都不太了解 這個計分法怎樣都算 直到後來那幾場 還有三幾場 那些隊友提我 他說 這個獎除了足總盃不計 之外 聯賽什麼都算 所以他說 你現在都不是欠很多球 你只欠幾球 他說這三幾場 你有機會追到張鴨平 所以我就 沒什麼準備 既然這些隊友提我 就盡自己力量 希望 看能不能獲得 盡自己力量 這些 不可以 想著一定能獲得 胡先生 你以前開始踢足球 我很小時候已經踢了 十分小時候 我爸爸買了小圓球給我踢 出去踢小圓球 踢了十一年 直到六、九年 我才去嘉雅東 才是二位組 最初正式戰了一隻大球 然後是職業足球 所以踢大球踢了十二年 嘩 都很久 你真是可謂新經發展 不是 踢得多 就變熟了 胡先生 我知道一個足球員 最重視自己的腳 你出賽的時候 用什麼來保護自己的腳 現在很多球員都是難踢 踢球的時候 大家就要撞到 不是全身踢 而撞到 如果這樣 我們要撞損或是撞傷 這樣就會好一點 用戶剪來護照 胡先生 除了戶剪之外 球會方面 有沒有幫你買保險 球會 一定有幫我們買保險 因為如果他不買 他就要撞損 如果他踢球 有時就要撞傷 所以他一定要出入球員 但如果他有買到 他可以在保險公園裡 另一個問題 很多時候 很多球員都自己買 私人都可以買 私人買保險 擔心做到 另外買到球員都不夠 自己的生活 很多人都自己買 艦隊 那種牛線 我會這樣 那種牛線 你還要 我的天啊 你又會這樣 我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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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